听说老婆的学弟快死了,他唯一的愿望是跟我老婆徐在锦举办一场婚礼,他答应的那刻,我通知系统,帮我脱离这个世界吧,徐在锦两次催我离婚,我都没能如约到民政局,直到我作为绝症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他这个主刀医生惊恐又绝望,怎么会是你,更让他崩溃的是,我会按系统设定。 死在他手里,让他永生内疚,徐在锦是外科医生院里公认的黄金圣手,他很忙,忙到只在微信上通知我离婚,抽空把婚礼一下,阿燕情绪不稳定,他等不了。 我看着一桌子冷掉的饭菜,奶油蛋糕边缘在流化,向我们的感情,从校服到婚服整十年,一招坍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第四个才接通,他声音淡淡的,有事,刚才在忙。 我下意识想道歉,以为他在做手术,医生,总是要对病人负责的,可是,耳边却传来男生轻笑,衣服都脱了,你快来。 血液瞬间冲到头顶,徐在锦,我们还没离婚呢,他云淡风轻地解释,你误会了,是给阿燕的狗洗澡。 我闭了闭眼,指甲掐进肉里,徐在锦,如果离婚了,我会消失的。 这是系统的原设定,谁都改不了,他没说话,那边传来走动的声响,估计是换了一个地方接电话,他压低嗓音,凉络,我解释过很多次,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满足他后,我们会复婚,你为什么总拿消失逼我? 通常叫我全名时,便意味着他生气了,见我没有回答,徐在锦,呼吸变重,因为他说过,他最烦我沉默不回应,凉络,你理智点,我冷笑,你大晚上待在赵培燕家,跟我谈理智,不觉得好笑吗? 毕竟在法律程序上,他现在还是我老婆,那边是长长的叹息声。 然后淡默的一字一句,刺破我心,凉络,周五上午,把婚离了,我挖了一口奶油到嘴里,有一股苦涩在舌尖化开,说来好笑,他记得陪赵陪燕的狗洗澡,却不记得今天是我生日,也许是心不在这儿了,记忆也跟着走了。 系统,你会唱生日歌吗?不会,我只会唱唱歌,我笑了一下,那不必了,留着我死的时候唱,帮我脱离这个世界吧,脱离这里,我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在原来的世界,我虽没有健康的身体,但是有爱我的家人,和朋友,还挺怀念楼下的肠粉。 和老街菜市场里的牛肉汤,当然,还有老爸煮的,暖乎乎的砂锅粥,在这里,只有我给徐在锦主的份,因为他是医生,手对于病人,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可当我看到赵陪燕的朋友圈时,瞬间破防,他骨结匀称的手,被我保护很好的那双手,好脾气的给他包小龙虾,配闻是,黄金圣手只为我包过虾,显得我之前的付出像一场笑话,宿主不再努力一下吗? 不了,心死了,从他决定离婚那刻起,攻略任务注定走向失败,只是早晚死的区别,何不早点解脱? 系统轻叹,自主脱离,脱离时会有点痛苦,好消息是,你可以选一套死法,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淡淡地笑起来,徐在锦一直不相信我会消失,那就死在他这个黄金圣手的手里吧。 我猜,那时他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周五我没能如约到民政局办离婚,脱离程序启动后,我的身体很快出现衰败的症状,免疫力极低,我发烧了,嘴唇干涸到起粗皮,我下意识地喊,再见,水,以往,只要他在家,我总能喝上温度适宜的水,我喜欢,也习惯了他在小事上迁就我。 可睁开眼才想起,他早就搬出去了,在答应跟赵培燕结婚那天,他是我老师的儿子,看在老师的份上,我也得照顾他,他都快死了,一个婚礼仪式而已,你大度一点。 那天我正正地看着他,既然是仪式,为什么要办离婚证,他低垂着眼眸,白皙秀丽的脸染上一层霜,总不能让他当三吧? 是啊,我们法律程序上没离婚,他不就是三吗?原来他做戏还做全套了,我默然地看着他,徐在紧,离了,我就不可能再跟你复婚了。 他挣了一秒,扔下手中的行李箱。 紧紧握住我的手臂,你说什么,你不跟我一起,你要跟谁,你说过的,你在这个世界是孤儿,除了我,你没有任何亲人,可能是他抓痛我,也刺痛到我的内心了,我耐着性子把他推开,你放开,是你先不要我的。 他却不管不顾,扑进我怀里,想起我们十年的过往,我忍不住湿了眼眶,阿洛别难受啊,你难受我会更难受,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他手足无措地安慰我,一路从我的纯纹到我的喉结,他说他是孤儿,老师从小就照顾他许多,他说,赵培燕只是弟弟而已。 我信了,毕竟他得了罕见的绝症,快要死了不是,系统说三个月内恢复婚姻关系,任务不算失败,直到一周后,我去医院给他送营养汤,路过路天停车场,赵培燕坐在驾驶座,车窗全开,他站在窗外,手插在白大褂的兜里,停停玉立,下一瞬间,却弯腰朝着他口中的弟弟,吻了下去,我仿佛被兜头, 浇了一盆冷水,麻木地看着他伸出白皙细长的手指,撒娇般揉揉他的头顶,听话,回家休息,他似乎嘟嚷一句什么,戴上墨镜把车开走了,这一切多么熟悉啊。 他从前对我做过的啊,他要满足他的结婚愿望,那一刻我细思极恐,仅仅是同情与责任嘛,也许,他的心早就游离了吧,在不违背我们感情誓言的同时,合情合理地游离到另外一个男人呢,难怪他要着急离婚,跟他办正。 那天,我把营养汤扔进了垃圾桶,还把曾经毫无保留喜欢过他的那颗心,也一起丢了进去,发烧迷糊中,电话响了又响,我挣扎着摸来手机接通,耳边传来徐在锦有些恼怒的声音,你有点时间观念好吗? 我等你半小时了,哦,我烧糊涂了,忘记今天要离婚,我虚弱地说,我发烧了,改天行吗?全身无力,爬都爬不起来,怎么去? 他在电话那头轻笑,你忘了我是医生,就你那壮如牛的体质,怎么可能发烧? 你二十八了,又不是阿燕那种小男生,别是小性子,我真被气笑了,你可能不知道,你口中的小男生只比我小两岁,曾经他也一口一个小男生叫我,也许现在是腻了吧,无所谓,我已经对他没有期待了,第二次离婚,我还是爽约了,出门的路上发生了点意外,十字路口,穿着麦兜背带裙的两岁小女孩。 迈着小短腿冲出来找老爸,转弯而来的车音超速而失控,我来不及多想,用力把他往安全区域推,砰的一声,我感觉自己要被撞碎了,肇事司机一秒没停,一脚油门飞驰而去,我转头看,那车牌号很眼熟,电光石火间,我想起医院的停车场,赵培燕的车,竟然是他,女孩被惊慌失措的家庭。 家人抱起,吓得哇哇大哭,叔叔,叔叔受伤了,我只感觉痛,那种五脏六腑被撞碎的痛,但没有预期而来的血,系统,我要死了吗?没有按计划走,有点遗憾,但临时前能挽救一个萌娃,又觉得死而无憾。 系统卡了几秒,波澜不惊地回复,恭喜,在设定死亡日期之前,宿主暂时死不了,直到你脱离的那天,车祸的症状才会全部显现,系统又扭捏说了一句,这是我为你争取的福利, 所以莫名觉得系统有些可爱,我笑了笑,很好,到时让徐在锦看看,他的新老公把我撞成什么样了,女孩的爸爸奶奶全围着我,女孩爸爸红着眼睛说,你救了宝宝,就是救了我们全家啊, 他们差点要朝我跪下,我一再说我没事,他们依旧热心地把我按进车里送到医院,怎么会没事,那车保险杠都凹陷进去了,人难道还会比车硬? 无奈下,我只好提前告知徐在锦,我出车祸了,再改个时间吧,只是没想到,他们送我来的医院正是徐在锦那家,报告结果我看下,熟悉的声音至头顶响起,徐在锦如风般闯入,额头冒着薄汗,像从外边刚赶回来的样子,对方一声拍拍他的肩膀,徐医生放心,没事,在系统设定的死亡日期前, 任何仪器都检查不出我身体的问题,徐在锦仔仔细细地看完了每一份纸质报告,在抬头时,眼里多了几分陌生的锐利,外伤内伤都没有,算哪门子的车祸,阿洛,你这样一次两次爽约,到底闹哪出,我双手交叠,出车祸啊,对了,还是你那个新老公状的,肇事逃逸,他想都没想,皱眉反驳, 不可能,阿洛很老实,不会做这种事,那你的意思是,我不老实,我会撒谎哦,说完我们俩都正住了,他眼底闪过一丝不自然,因为他自己也发现了,他信任,赵培燕比信任我多,我在脑海里问系统,他会被抓吗? 哦,那这样我就放心了,系统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会,这个世界还是法治社会,他的单纯留给法律审判吧,若不是系统保命,那么巨大的冲撞力,我应该早死透了吧,他就是个肇事逃逸犯,我抬手看表,徐在姐,走啊,现在去民政局, 否则,我没时间了,他手插兜,语气很淡,怎么没时间,快死了,三天后的下午四点,我曾问过系统,这个时间有什么特殊性吗?十年前的下午四点,是你们相识的时间? 哦,有时有终,徐在姐默然地看一眼窗外,口气有些不耐 阿洛,你去心理科看一下吧,我被气笑了,徐在姐 有病的是你,既要又要的 渣女,我转身想走,却被他拉住手腕,不用你管,最近没好好吃饭,瘦了,先吃饭 阿洛,我正要拒绝,他的手机震动,我看见屏幕显示,是赵培燕,徐在姐,下意识放开我的手,他在电话那头哼哼唧唧,说他做噩梦了,害怕,徐在姐揉声安抚了几句,看了我一眼,回他 嗯,我一会儿就回去,结束通话时,他眼底闪过一丝犹豫 阿洛,你先去吃,我在心里冷笑,是做噩梦吗?是因为撞到人心虚恐惧吧?挺好的,徐在姐因为再次选择他 而错过于我的最后一餐,他以后想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呢?生命最后的倒计时,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五脏六腑脚碎般的疼痛振振袭来 没关系,忍一忍,很快,我就能回去喝老爸煮的砂锅粥了 耳边还回荡着徐在姐那句充满愤怒的语音 梁洛,真当我没脾气,阿燕快死了 你他妈的大肚点行吗?因为我的第三次爽约,可我告诉过他的啊 我没时间了,要死了,是他不幸而已 十分钟后,徐在姐一身手术服,面无表情的进入了手术室 本来这台不是他的手术 但系统已设定,不管谁做,最后都会是他 系统,我的绝症是什么?肿瘤手术,徐在姐的金牌绝火 怎么听着?系统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麻药已经推入,徐在姐准备就绪 他的助理忍不住轻声问,徐医生,你可以吗? 助理是知道我信息的,他们还私下佩服过他 徐医生内核果然强大,能亲手给老公做手术的都是狠人 而徐在姐本人暂时一点也没有发现 手术不下躺着的,是他一个多小时前愤怒呵斥的丈夫 他借过助手地上的手术刀 熟忍的在我肚子上开了一个16公分的切口 这台肿瘤手术跟他以往操刀的手术比,算不上特殊 哪怕失败,也在合理范畴之中 毕竟手术难度系数大,成功率极低 但得益于多年的专业经验,手术上在他掌控范围内 只不过,意外这个词,是人类最无法把握的东西 比如,徐在姐意外发现窃口旁的肌肤上,有一条淡淡的粉色疤痕 他的手顿时停在半空中,助理们都有些意外 这是以往没有过的情况 尤其是在病人皮肉已经切开的状态下 徐医生恍惚了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为什么 那个疤痕,徐在姐最熟悉不过了 多少个恩爱缠绵的夜晚 他抚摸过,亲吻过 阿洛,这是你的疤,却是我一辈子的印记 因为那是我替他挡过的刀,留下的痕迹 他归陪时,我给他送餐 手术失败,失去理智的病人 拿着水果刀胡乱飞舞 那时,他只是个出出茅庐的小医生 本与他无关 就在他搀扶起另外一个倒地的无辜病人时 刀子却滑向他的腹部 小心,我把他推开 那把刀在慌乱中刺进了我的小腹 徐在姐第一时间捂住我的伤口 血从他的指缝间流出 留满双手,他脸白如纸,撑起我亮枪 往急诊室冲,直到我的伤口被处理好 他空洞的眼神才恢复一点光彩 他红着眼圈看我,把头埋进我的脖梗处 阿洛,看见你流血,我很难受,还不如我自己死了 我笑着拍拍他,那你以后要不要对我好点 他亲了一口我的耳垂,把命给你都行 那天,他躺在我怀里,小心翼翼地避开我的伤口 无比严肃地说 阿洛,你太善良了,请你以后多想着点自己成吗 从前说,让我想着点自己的人是他 如今说,赵培燕单纯,让我大肚点的人也是他 助理小声提醒,徐医生,有什么不对吗 徐在井冲耳不闻,快走了两步 书弟,一把拉开盖在我脸上的手术部 瞳孔一瞬间紧缩,脸上惊恐又绝望 怎么会是你,而此时我无法回应他 我上了麻醉,浑沉沉地闭上双眼 脸色苍白,额间还冒着冷汗 到玻璃程序的最后一关了,确实疼 快了,快结束了 徐在井睁大眼睛,声音颤抖得不像话 阿洛,你不能有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他想触碰我,却不能,因为怕细菌感染 助理们有些意外 难道徐医生不知道手术刀下的是自己的老公吗 但专业素养让他们很快恢复如常 把专注力放在手术台上 系统在我脑海凉凉地说 这大概是徐在井最煎熬的一场手术了 毕竟这台手术成功率只有5% 换谁谁都要紧张吧 他重新拿起手术刀那刻,手指微微颤抖 但很快,他用惊人的毅力克制住颤抖 多年的专业素养使然,手术继续有条不稳地进行 继续给麻药,肿瘤有扩散的现象 部分有理,有大出血症状,用介入栓色堵住血管 继续粘连玻璃,切除病变部位 徐在井不愧是院里最富盛名 最年轻的外科圣手,一切如他所说 他能控制住,助理略带兴奋的声音传来 成功了,他们在小声欢呼 但我一点都不意外,手术暂时肯定是成功的 因为我的脱离限定时间还没到 仅剩最后两小时,术后,按流程 我需要在观察室待一个小时 看我各项体征检查均良好 徐在井又恢复镇定自若的神情 整个空间只剩下我和他 除了车祸那次在医院门诊的短暂交谈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待在一起 超过一个小时了 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没想到,这双手,还有给阿洛做手术的一天 我麻要退得很快,是系统设定的功劳 我睁开眼,嘲讽他 我也没想到,你这双手,又给别人包小龙虾的一天 我在这个世界和他一样,都是孤儿 学费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挣来的 记得我们刚毕业那回,穷得连洗衣机都舍不得买一台 南方的冬天湿冷刺骨,每次洗衣服手指冻得通红 我也舍不得让他下水一次 这不用你,你的手是用来握手术刀,拯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用的 阿洛,你是对医生有滤镜吗? 有,在原来的世界里,我的命也是医生救回来的 好,我一定不会辜负阿洛的喜欢 室内落针可闻,徐在锦似乎被我那句话噎住 好帮会才轻叹一声 阿洛,阿燕快死了,你能不能不和他计较 我笑了一声,我也快死了 为什么不能和他计较 徐在锦眼眸瞬间按了按 你不会死,不相信我的技术 也许意识到我现在也是病人 他声音柔和的几分,什么时候得这病的 你说要离婚,不相信我会消失那天 他又被我噎了一次,只好另找话题 我知道你不喜欢刘八,切口给你缝合得很漂亮 刘八会很轻,我没回应 空气里一度沉默的让他有些不适应 他还想说些什么,小护士来了 徐医生,您手机一直在响 阿洛,我接个电话 过了一会儿,徐在锦回来时,神色有些不自然 阿洛,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我会让护士照顾好你 我当然清楚他是去做什么 他原本的计划是今天上午跟我离婚 下午和赵培燕举办草坪婚礼 徐医生真是时间管理大事 可够忙的徐在锦 我在这个世界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 你确定不跟我做最后的话别吗 其实我也没想多跟他待一块 如果他留下,姑且算他对我们这多年感情和婚姻的最后一点点诚意吧 那我也会适当的投桃报李 让他的内疚少一点点 可他不要徐在锦站起身 哪怕经历了三个小时紧张的手术 太医精神饱满,气度翩翩 手术里发现病人是我时的那种失控情绪已消失殆尽 阿洛,休养好了后,我会亲自给你挂心理科 这种气定神闲,没得商量的语气 讲真的,我挺不喜欢的 我冷笑一声 徐医生,希望你别后悔 徐在锦神色淡然 当我在耍性子 他瞥了我一眼,勾唇轻笑 不会,阿洛,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休息 华洛,他便消失在门口 因为兜里的手机已经催促他好几遍 这会儿,他的婚礼现场应该高朋满座 赵培燕估计等不及了吧 我释然了 徐在锦,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 徐在锦走后,系统却在我脑海里叹气 哎,他错过最后的机会了 我亚裔,系统竟会有惋惜的情绪 宿主,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 我私心给你争取了一个机会 想让你在这个世界好好活 若今天他选择的是你 手术成功会变成现实 我笑了,系统你忘了 就算他今天留下,我也活不了 因为赵培燕已经把我撞死了 系统沉没了片刻 是的,我知道 宿主你想知道赵培燕那天为什么超速吗 因为他急着赶去机场接徐在锦 是的,那天是徐在锦出差回来的日子 着急接他 是因为徐在锦要赶时间跟我办离婚 冥冥之中的因果关系啊 我轻叹一声,哪怕我没出车祸 手术也很成功 我都不会再要他了 你不爱他了 系统见证过我们的十年 是的,为什么 系统追问 你不是系统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 嗨嗨,系统不是万能的 偶尔也会有疏忽的地方吗 我笑了笑 赵培燕家没有狗 这还是徐在锦从前告诉我的 他老师和学弟都对动物毛发过敏 对动物毛发过敏的人 家里怎会养狗 系统愣了好一会 所以那天晚上 他们不可能给狗洗澡 那具手机里的衣服都脱了 快来,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他从身到心都游离过 还淡定自若地欺骗我 系统 他脏了 我没法要了 系统难得报了一句粗口 擦 死渣女 那就死他得了 不好 病人大出血了 组织感染 虚医生的手术出现巨大后遗症 心跳停止 上人工心肺 ECMO准备 病人心肝脾肺怎么会破裂 其实我已经完成玻璃了 灵魂飘浮在上空 看着自己的生命慢慢陨落 徐医生电话怎么打不通 打通了一个 被挂断了 我问系统 你知道是谁挂断的吗 哦 哦 精彩了 是赵培燕 系统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走 宿主 本系统带你去参加婚礼 系统 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呢 临走前 我看了一眼手术台上的我 车祸的伤口已经全部显现 原来这么严重啊 整个身体都破碎了 手臂和左腿呈现奇异的扭曲现象 估计是撞断了 真可怜 还好我推开了那个小女孩 她那么可爱 那么萌 好在她没事 原来看别人的婚礼挺有意思的 鲜花堆砌成衫 气球色彩斑斓地飘着 是幸福的模样 只不过是他们偷来的 系统 长桌上的红酒 看着蛮好喝的 宿主 你似乎有点开心 需要我提醒你 这是你老婆的婚礼吗 我皱皱鼻 因为我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当然开心了 至于徐在姐 已经不能影响到我的情绪了 刚发现她游离那会儿 我沮丧过 不甘心过 甚至自我怀疑过 我整夜整夜的失眠 闭上眼睛 脑海反复轮波 她跟她食指紧扣 他们笑着接吻 甚至相拥到床上 自己曾经守护的世界 从此坍塌 后来我发现 这样的行为是愚蠢的 不能拿一个变心的女人 去惩罚善良的自己 你要做的 是努力去找寻机会 让自己活在阳光下 宿主 瞧 渣女 徐在姐穿着白色的婚纱 出现在草坪那头 温婉动人 落落大方 新郎嘛 也是帅的 风度翩翩的模样 至少脸上看不出一丝 三天前撞死过人的恐慌 我慢慢飘到徐在姐边上 听到她轻声问赵培燕 我的手机呢 赵培燕眼神躲闪了一下 化妆间 给你收着呢 精致剪裁的婚纱裙 确实无法塞下一部手机 有我的电话吗 好像有一个赵培燕 证了一下 要去拿吗 可是婚礼要开始了 徐在姐顿了一下 不用了 他目光平静的注视着前方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 我们结婚那会儿 穷得只买得起银戒指 却很开心 阿洛后悔娶我这个穷鬼吗 不会 徐医生是潜力骨 确实 后来他还送了我一个大钻剑 可我却没当初的那份开心 阿洛 学弟生病快死了 我能满足他一个心愿吗 他才26岁 好可怜 再紧你快去 阿洛 他的愿望是跟我结婚 我顿时将住 徐在姐 这个愿望是不合理的 可他快死了 快死了 也不能强占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感情 再紧 这个愿望是不道德的愿望 那天他站在阳台很久 最后无比清冷的说 阿洛 你变了 没以前那么善良了 然后留给我的事满是寂静 徐在姐 你难道忘记了 我最怕孤独吗 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 把所有的灯一盏一盏打开 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最后把脸埋进胳膊里 蜷缩成一团 不是我变了 徐在姐 是你变了 他陪赵培燕时 我打电话给他 我胃疼 徐在姐 我胃疼 那天他陪着赵培燕 在摩天轮最高顶上 传言 在那里接吻 代表着爱与永恒 其实我没有胃病 我就站在摩天轮下方 看着他们亲密的坐在一起 我是心疼啊 徐在姐自然很清楚我的身体 电话里他的口吻很淡 很冷 阿洛 我是外科医生 不是肠胃科的 那一刻 我难受的仿佛要死掉 当对方不能包容你偶尔的小性子时 那大概率是不爱了 爱与不爱 一向经味分明 系统 快到呼唤戒指环节了吗 那钻戒好闪呀 花不少钱买的吧 系统快被我气笑了 宿主 你不应该关心警察什么时候来吗 急傻 让他们再幸福一会儿呗 这样 真相来临时 才会更痛 赵培燕勾纯 看着徐在锦 学姐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今天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徐在锦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他眼眸垂下 微微走神 也许是想起当年我们结婚时 他也对我说过这句话 阿洛 嫁给你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讽刺的是 今天他扔下医院里的我 却来实现别人的愿望 他可能刚摘下我们的婚戒不久 无名纸上 还有着淡淡的戒指勒痕 但我没有 我曾经视若珍宝的那枚男戒 在他答应跟赵培燕结婚那天 我就丢进垃圾桶 再也不要了 此刻 徐在锦好看的纸尖年起钻戒 要给赵培燕戴上 入口花环处 突然闯入几名 穿着制服的警员 系统的声音略带兴奋 哟 好戏开场了 怎么 需要给你一把瓜子吗 嗨嗨 宿主你忘了 我现在是工作时间 我险些被系统逗乐 赵培燕 有群众举报你肇事逃逸 我 我没有 警察见惯了嘴硬的人 赵培燕嘴唇颤抖不已 像溺水之人一般 手紧紧抓住徐在锦的手 公事公办的说 监控显示 本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十分 你驾驶的汽车 车牌号是SSS 在望海路因超速撞到人后逃逸 对方是一名年轻男性 说到这 我看到徐在锦的手指抖了一下 他那么聪明 应该能想到 那天那个时段 赵培燕要接的人是他 徐在锦脸色难看的抽出胳膊 退远了两步 他狠狠盯着赵培燕 那天你换了一辆车接我 是因为原来的车撞人了 赵培燕整个人抖个不停 他忍不住暴力的扯下他的衣领 你是不是撞到阿洛了 赵培燕语无伦次 学姐 放开 我不知道 不可能 那里没监控 警察平静地告诉他 监控有的 前一天刚装的 赵培燕身体向前晃动了一下 再通知你一件事 你涉嫌购买伪造病例 需要配合调查 赵培燕刹那间面如死灰 连狡辩的力气都没了 最后贪软如泥 被警察带走 等待他的将是刑法的制裁 人群里宾客开始愤愤不平 丢人丢大发了 结婚当天被抓 平时看着老师单纯 撞死人就跑 心够狠的啊 他原来没病啊 培甲病例装绝症 骗我们的眼泪 缺打得了 新娘不是很厉害的医生吗 他就一点没发现 徐再锦不可能没听到 此时他向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宿主 徐再锦真没发现吗 我笑了一下 或许 只是他不愿意发现吧 他想做拯救王子的屠龙勇士 却没想到 自己就是一条恶龙 系统义愤填膺道 呸 什么新物种渣女 徐再锦拿到了化妆间的手机 可惜手机没电 黑平了 他又转头快步跑向停车场 跑得太急 中途甚至还摔得一跤 他一脚油门往医院方向冲 宿主 他好像闯了好几个红灯 嗯 那就等着被吊销驾驶证吧 他抿着唇 新郎礼服都来不及换 一路冲向病房 阿洛呢 梁洛在哪 护士都被他这副疯狂模样吓到 徐医生 这里没有什么梁洛 怎么会没有 你们工作做到位了吗 幸好他的助理及时拦下他 聂诺的开口 徐姐 这里确实没有梁洛 平时在工作上情绪稳定的徐再姐 这会儿有些丧失理智和风度见鬼了 那去哪了 梁洛他 在太平间 徐再锦身形晃了两下 扯着助理的衣领 不会的 刚才还好好的 手术很成功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在通往太平间的路上 助理每说一句 徐再锦脸色就白了一分 他的内脏像被重力撞碎过 好像出了严重的车祸 他只是喃喃自语 不可能 明明手术很成功 助理不得不告诉他实际情况 徐姐你缝合的地方 全线崩裂了 肠子 肠子都流出来了 徐再锦腿部像灌了签一样 几乎要走不动 而且肿瘤扩散 侵犯了周边的组织 仿佛一气重锤 锤在他心上 这句话意味着他的手术失败了 黄金圣手彻底失败 他做过无数台手术 唯独自己丈夫的肿瘤手术失败了 这是对他自信的毁灭式打击 徐再锦木然的问道 什么时间走的 您离开医院的一个小时后 那时候他在干嘛呢 在参加婚礼 他与赵培燕的婚礼 鲜花和气球交相会应喜悦之时 他的丈夫 进入生命的最后陨落期 徐再锦几次 不敢掀开我的白布 手抖的像得了帕金森一样 快掀开啊 掀开系统流程就会结束 我就可以回家喝我爸煮的粥了 徐再锦最后闭了闭眼 一把掀开 我也看到了自己的遗体 嘖嘖 脸还算能看 身体破碎的惨不忍睹 系统在旁边叹息 徐再锦先是平静的看着我的遗体 然后又壮丝温柔的抚摸我的脸 最后拉起我的手放在唇边 阿洛 起来啊 走 我们回家 我们不离婚了 再也不离婚了好吗 满是寂静 无人回答他 助理有些无奈的站在边上 有些不知所措 徐再锦抱着我的遗体不松手 逐渐状态疯狂 梁洛 你他妈的回答啊 你起来啊 我们回家好不好 求你 阿洛 我真的求你了 眼泪一滴一滴流进我的脖梗 我不喜欢这样 系统 他这样会不会弄脏我的身体 宿主 快结束了 忍耐一下 还要多久 晚上十二点 你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好吧 还要忍耐几个小时 遗体不能带回家 徐再锦被院领导劝回家 一个外科圣手 一直蹲在太平间发疯 确实不像样子 你总得替他半身后是对吧 徐再锦吻了我额头好几次 我皱眉看着 连系统都忍不住小声骂了一句 颠簸 在同事的一再催促下 徐再锦才麻木地走出太平间 他壮事平静地问了旁边的助理一句 阿洛林走前 有说什么吗 有 徐再锦眼眸瞬间亮了一下 他说 他说 祝你新婚愉快 永远不见 啊 徐姐 徐姐你怎么了 徐再锦重重摔倒在地 膝盖磕在地板上 发出巨响 他似乎忘记了疼 又快速爬起来 一蹶一拐地往外走 我要回家 阿洛说 他胃疼 他用钥匙打开我们曾经的家 一片漆黑 唯有窗外的万家灯火是亮的 他似乎连客厅灯的开关在哪都不清楚 因为平时他回家 灯都是亮着的 我会在沙发上等他回家 他喊了一声 阿洛 当然不会有任何回应 哐荡一声 房间传来响动 徐再锦迅速冲向卧室 几秒后 仿佛又像被抽干了力气 卧室当然不会有人 只是相框掉到地板发出的声响 亮堂堂的日光灯下 他挣了好一会 整间屋子空荡荡的 像无人住过的样板间 宿主 你干得漂亮 我不会留给他任何怀念的机会 没错 我把属于我的东西 通通扔掉 或者捐掉了 相框里的合影 只留下了他的那半人像 连婚纱照都只有一半 他的那半张头像 破破烂烂的扔在地板上 最后 他靠着墙壁无力的滑落 双手抱头 像我之前刚知道他出轨那样 蜷缩在一处 无法置信 却又不甘心 十年呀 不是十天 一开始 他只是小声啜气 后来是嚎啕大哭 阿洛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求求你回来 他估计忘了 他曾经说过 我这样的女强人哭 像话吗 那他现在可一点都不像话 一道白光闪现 宿主 再见了 我知道要回家了 宿主 你会忘记我吗 不会的系统 你那么可爱 系统 谢谢你 陪我度过一段不一样的旅程 再见 再见 我要回家了 番外 徐在锦已经很久没上手术台了 他产生了应急反应 一上手术台 就仿佛看到阿洛躺在那里 他下意识就想逃 徐医生 今天真的要做这台手术吗 嗯 徐在锦对助理点点头 阿洛喜欢我当医生 我不做手术 怎么当医生 他自嘲了一下 还是穿上了手术服 上麻药 开始五公分切口 起初一切看着还算顺利 直到病人的血液大量往外涌 徐在锦开始呼吸困难 冷汗从病角流下 脑海不断闪回 阿洛躺在手术台上 阿洛躺在太平间里 血 好多血 手术中的血 早年阿洛替他挡了一刀的血 再见 那你以后要不要对我好点 当然 把命给你都行 画面一转 是阿洛饱含无奈的恳求他 再见 离婚后我会消失的 梁洛 你别总拿消失逼我行吗 梁洛 你去心理科看一下吧 梁洛 你去心理科看一下 我来安排 徐在锦 有病的人是你 是啊 他真的病了 他们好不容易组成了一个家 温暖的 每天有一盏小灯 等着他回去的小家 让他估计多年的心灵 有地方寄存的小家 他怎么就没好好珍惜呢 也许是安逸的日子过久了 就有点乏味 每天做手术的压力 声名所累的压力 他需要一个发泄口 赵培燕刚好闯了进来 他崇拜他 粘着他 敢都赶不走 他对于他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阿洛的鲜活个体 无数次独自坐在车里的时候 他都在想 就放纵一次吧 放纵一次 就回到阿洛的身边 他是医生 怎么会察觉不到赵培燕的身体状况 他给了报告 他就信 人生难得糊涂 他追着阿洛离婚 只要离婚了 自己内心深处 那令人恐惧的道德感 才会弱下去 他实在没办法接受 在阿洛眼里 他跟出轨画上了等号 他这种行为 像拆东墙 补锡墙 更像每一步都走在钢丝上 最后坠落深渊 粉身碎骨 那个家 有阿洛的家 他再也回不去了 徐医生 徐医生怎么了 徐医生病人大出血 扩散了 不好 侵犯到周边组织了 后来 医院里的同事 茶余饭后都在传 或者以此为戒 那台手术非常失败 主刀医生中途跑了 给病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主刀医生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阿洛走后 徐在锦再也不是什么黄金圣手了 他甚至无法再当医生 阿洛最喜欢的医生 徐在锦出狱时 正是清明时节 就要纳树 我老公喜欢的百合 阿洛的目的很干净 似乎经常有人来探望 墓碑上那张笑容灿烂的照片 让他心弦震动了一下 阿洛还很年轻 可他这三年像过了三十年那般 苍老落魄 刚想伸手去妈撒照片 背后转来六七岁小女孩的声音 别碰 别碰 不准你对我干爸击败 他就是阿洛曾经救过的小女孩 你走 你走 你家新老公 害死我干爸 这里不要你来 徐在锦有些苦涩的笑了笑 当初没想到阿洛那么狠 连身后事都不让他操持 全交代给了小女孩的家人 徐在锦落寞的走出墓园 抬头看向灰扑扑的天空 感觉天空好像要哭出来 下雨了 快跑 轰隆一声 瓢泼大雨 倾盆而下 他仿佛又回到那年夏天 他读研究生 阿洛是本科生 学姐 别淋雨 我这有伞 阿洛就这样温柔的闯入他估计已久的世界 最后到宿舍楼下时 他的肩膀湿了一大片 而他还是干的 他很惭愧 他完全在照顾他 他笑起来 眼睛亮亮的 没事的学姐 我身体好着呢 他是那么的善良 他怎么忍心骂他 喊他大肚点 内疚赶向绿牙 已经在他身体里长成密密麻麻的藤蔓 扑刺一声 徐在锦倒在雨幕里 鲜红的血顺着雨水蜿蜒流了一地 多年前被阿洛挡掉的刀子 重新轮回到他这 这次再也没有人替他挡刀子了 他认识那个刺他一刀的人 是他最后那台 做失败了的手术的患者家属 他确实该死 中途从手术室跑掉 害死别人最爱的家人 辜负真心的人 都没什么好下场吧 譬如他 徐在锦 阿洛 你会来接我走吗 除了雨声 没有任何人回答他 他死后见到了系统 求了好久 系统才答应带他看阿洛 这是看在你曾经是医生 就过不少病患的份上 悠闲的傍晚 阿洛在门口腾椅上打盹 他老爸在屋里喊 阿洛晚上吃什么 煞锅粥 椒盐小土豆 必须有小土豆 知道你的最爱 徐在锦内就敢又在冒牙 因为他不喜欢吃土豆 原来阿洛迁就了他十年 他触碰不到他 看到他快乐的从藤椅站起来 向外跑去 喂 小孩 又偷摘我院里柠檬 酸死你 哥哥 我做柠檬茶给你喝 要不要 要 徐在锦才发现 阿洛只有一条腿是健康的 另外一条穿戴着甲只 哥哥你才一条腿 怎么跑这么快 因为我是外星人 有一条金刚腿 他很乐观 跟他认识的阿洛一样 难怪他那么喜欢跑 喜欢运动 原来是因为身体的残缺 可是 他还是那么乐观 快乐 被爱包围着 被很多人爱着 他也爱着很多人 他的老爸 朋友兄弟 他救的小女孩 甚至是冷冰冰的系统 他都爱 唯独不爱他 他再也不要他了 徐在锦忽然悲凉的发现 自己连死都这么孤独 他那个世界的新闻在播报 曾经的黄金圣手徐医生 死在王夫的陵园外 无人收尸 ик 信 梦 聪